在纸上作画和自己对画 完成一件独特作品 入门不难 精进后得以成就艺术 这是缠绕画迷人的所在 缠绕画它是源自于 2014年源自于美国 那它是瑞克跟玛利亚 两个人一起创造的 他们是一对夫妇这样子 那瑞克它其实原本 它是当了和尚17年 然后所以就是 在一个因缘下 它遇到了玛利亚这样子 然后它其实就是在作画 玛利亚在作画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 英文的书法家 对 然后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在叫它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 完全是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 后来之后他们觉得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让人进行的 对 所以后来之后他们两个就去研发这个 那瑞克它是禅 就是Lentango的人 然后玛利亚就是Tango的这个部分 对 那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禅它其实一般人会误解说 它是一个宗教的一个部分 其实原则上它不是 其实禅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在生活中 那你如何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事情 如何可以静下心来 然后去面对 然后去解决一些事 就在你的生活中 就用一个直线的线条 不断地重复在做 可是它又可以创造一个 很美丽的图样出来 其实我在Lentango里面 我找到我自己 找到信息 就是像我就是会带这个 就是这就是我的工具的部分 那我就会把它塞在这里面 对 像笔啊那些我就会直接塞进去 然后纸也放进去了 然后我就把它拉起来 就放在包包楼子 就是例如说 我可能在等人 那通常我们在等人 是不是那个时间最难熬了 可是我通常 我学到缠绕画之后 我不再催促别人 我就会利用在这个时间点 白张纸拿出来 开始作画 那其实在作画的构成 你不会去看说 现在多少时间了 完全不会 你会沉溺在这个里面这样子 不用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只要拿着笔跟字 其实你把速度放慢 然后图样其实慢慢就会出来 它就是反映你的心境 其实缠绕画的精髓 不是要你去追求图样 对 它要你在这个过程 是不是有得到 在放松也好 舒压也好 对 这就是缠绕画的一个精髓这样子 其实它不用有艺术的一个天分 其实它很简单 只要一支笔 然后一张纸 其实你就可以作画 只要带一颗来玩的心 开心就好了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反办理的生活美学研习课程 2月21号到5月8号 每周二晚间7点到9点 由亚洲缠绕认证教师张维维 指导的缠绕画 2月13号到17号受理报名 不论是大人 小朋友 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想要苏解压力的人 都适合参加 爱上维维画缠绕 刘瑞文徐静坤采访摄影